西烟找不到对象,燃烧的是香烟,消耗的是生命,这样的文字配上网络去图秒变表情包,是不是很有趣? 近日,西烟交通工程学院的《禁烟表情包》走红网络,引发关注。 12月12日,记者来到该校了解《禁烟创意表情包》的故事。 据了解,这波诙谐幽默的《禁烟表情包》是由西烟交通工程学院校学生会的四五名学生组织发起的校园禁烟宣传活动。 《禁烟表情包》的表情都有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图片,加上挥鞋幽默的禁烟段子而组成,共制作了150余章。 张贴在学校的食堂、教学楼、宿舍楼等处,引导学生们禁烟。 为什么想到表情包?主要这个是因为我们之前想到的办法都是拉横幅、挂展板,因为那些都比较老套,学生们也不会在上面停留很多时间。 所以我们就想到用当下最流行的方法就是张贴表情包。 我们表情包都是在网上找的一些素材,加之我们自己编写的一些,想的一些标语,然后做出来张贴。 当日记者在学校看到食堂、教学楼、宿舍楼等多处都张贴着禁烟表情包,时不时会有路过的学生驻足观看并议论。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那个禁烟活动,因为往常的禁烟活动都是大标题啊什么的。 这次的活动就是我们每次路过这个禁烟的标签的时候都会看一下去调侃一下上面的内容,非常的有趣,还可以进行身边吸烟的同学。 西烟市控制吸烟管理办法于11月1日正式实施。 更多的室内公共场所以及公共场所的室外区域被纳入禁止吸烟。 西烟交通工程学院积极响应,提倡无烟校园创建文明校园,并支持此次校园禁烟表情包的活动进行大力宣传。 我们宣传部作为看到这个表情包在学校这边挂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也是积极的去宣传,然后把它拍到照片,然后发到我们的官网跟这个微博上进行实施的宣传。 然后通过我们的宣传呢,然后这个反响也很强烈。 据校方介绍,通过禁烟表情包的宣传,学校的控烟取得了成效,在校内公共区域抽烟的学生明显减少,后期学校也会出台更多有利控烟的政策,积极创建文明校园。